第九届嘉陵江放牛节开幕式 昨天上午在四川的彭安县向如镇游房沟村举行 来自省内外数万渔民游客观看了颇具彭安特色的文艺演出 和百牛渡江这一自然生态旅游景观 每年四月至十月 在嘉陵江四川彭安段 每天都有数百头水牛 日出之时渡江上岛吃草 日落之时游回归兰 九只便形成了一种生态奇观 百牛渡江因此得名 上午时时许 牛圈的栅栏被放牛人开启 领头的水牛引领着他的百鱼头伙伴迫不及待的渔冠而出 蜂涌跃入嘉陵江中 朝着对岸的诱人的美食进发 当头牛开始旋转 牛群也跟着旋转 上百头牛就在江心中匀速旋转 如同跳起了水上芭蕾舞 几分钟后牛群底岸 顷刻间上岸后的牛群开始在草地上奔跑享受他们的美食 我觉得就是看这个牛啊 就是因为现在是那个 基本上在城市生活很少看到这个比较原生态的东西嘛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很好 据当地人介绍 嘉陵江在流过彭安县城后 由于江水的冲刷 泥沙的沉积形成了两个巨大的江中岛屿 太阳岛和月亮岛 在暮春到初秋时节的每个清晨 数百头水牛都会从嘉陵江岸边 成群结队游上岛去啃食青草 黄昏牛群又下水回游上岸 从2010年开始 每年4月最后一个周末 彭安县在湘茹镇油房沟村嘉陵江段 举行放牛节 中文字 largest 未经许商 参差